華信投庫操盤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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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家庭指數當然還是在 昨天的一個歐美股市的一個 重挫之下 那當然在今天呢是一個開低 但是在亞洲呢在今天呢 在今天呢 都趨於回穩 這樣一個走勢 昨天呢在整個呢 上海 中和指數呢是呈現一個 重挫的一個 這樣一個表現今天呢也做一個 指紋的一個動作 那我知道昨天 大家都比喻了 黑天鵝的一個行情 那台股呢開紅盤 昨天的大跌200多點 那我也知道 很多分析師呢 這個地方呢 在昨天一跌 又開始呢翻空 然後裝軌再嚇各位 我不是說這個指數要大漲 我也沒有跟你講說這個指數呢會大跌 像是我跟你講8059沒有跌坡 這個大跌坡他沒有改變 所以在個股的一個操作上呢 那個賣點跟買點你如果去掌握拿捏呢是非常一個重要 所以在今天的一個指數呢 開低走高 那有一些股票其實 就是 如果你今天去殺低的 那我想你也是殺在低點 就像上個禮拜 我們送給各位的美猴網 各位 這個叫什麼股票 今天開低 你還可以買 連續 我們送給各位連續三四天 他是怎麼漲的 你說現在沒有行情嗎 上個禮拜送給各位你看 有沒有一路大漲 有沒有一路大漲 這個就讓各位去驗證 這檔齊皇后的齊立心 有沒有一路大漲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是看個股 趨勢呢 你看喔 這個是持續的往上的一個股票 但是要不要追 同學我說呢 這低檔你要買 不要說每次都要追高 現在已經又遇到這個壓力點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像齊立心一樣 能夠在大盤 重挫之下 大家都很害怕的狀況之下 他能夠逆勢大漲 所以我說呢 你現在要買強 你不能去買弱 而且你要尊重整個趨勢的一個架構 你看TPK 他現在還是在盤底 在盤底 所以這種盤底的股票很辛苦 但是如果他還沒有說 確定要往上或往下之前 你在這個地方你不要去 做任何的 預設 立場 你要等突破 再追都可以 那跌破呢 你這個一定要做什麼 做停損的一個動作 我感覺很簡單 但是有一些股票 前一波段你沒有做到 那現在反而跌回來了 那反而是給各位一個機會 尤其在生技股 我說他還是在今年的一個重點產業沒有改變 你看 我們連續操作的像大漿 各位你看喔 底部墊高你來回操作 這個價差會被做出來 我們從80塊這裡一路來幫各位規劃上來 那最近我們是用短波的一個操作來幫各位 那你說大盤中錯 大跌 但是這種股票 他還是在高檔 他並沒有改變 那四一四七的中譽 雖然 昨天 因為第一天廢除了正守稅 第一天廢除了正守稅 所以大股東 因為稅金的問題 所以他們會賣 會賣 但是我講過這裡是第二波的整理 這裡是第二波的整理 所以整理完了之後 他還是往上 所以拉回來你要怎麼做 這很重要 或許我不喜歡事後論 不喜歡事後論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又慢慢的在 在接中譽 但是你們會害怕嗎 這個地方 昨天跌成這樣 當然你會怕 所以有時候呢 你要去逆向操作嘛 你看到我們當時在 一百七十七塊 我們就我不是買在最低 我不敢跟你講買在最低 但是當時我們買在一百七十七塊 後來漲到三零三 同學朋友 是不是一堆人在這裡人影一影 是不是一堆人在這裡人影一影 那現在有跌回來更低讓你買 如果今年各位 就正如人家跟你講的 生技的元年也好 或是呢 賣相的生技的造元產業也好 那為什麼這種龍頭骨 你拉回來你不敢勇敢的進場 為什麼你不敢把你的眼光呢 然後把它看圓 然後等到說那個時機點 那個買點又錯過的時候 那你再來跟人家追 那這算什麼 人影一影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剩下 選舉的沒幾天的時間 我知道大家會害怕選舉 但是各位 你要去想昨天大得了兩百多點 融資還逆勢增加四點六億 誰敢在昨天用融資去買 那昨天呢是 鎮守稅廢除的第一個交易日 誰敢用融資進去買 你認為是散戶嗎 各位你要去想 你認為是散戶嗎 這個問題 你們繼續想清楚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這個地方你要慎選股票 我沒有跟你講所有的股票都能夠買 像大力光這種肉爛的股 我也跟各位講趨勢已經往下了 你看 他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二四五次的聯華哥一樣嗎 這個趨勢是一路往下 即使在做中斷整理 但是你也不要去買 那最近跌遷之股 這個外資呢 因為呢 在這個地方 他調節 這是正常 因為金融股最近賣最兇 美元在漲嘛 所以利空當然就是在金融啊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你要看清楚 整個牌面 接下來你的操作 才能夠更順手 等一下我們要回到現場 專業讓華信投顧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遠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支付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2392-3988 歡迎回到現場 那所以呢我跟各位講說 還是要照著趨勢走啦 還是照著趨勢走 我在這個位置點我還是看好 今年太陽冷的佐視 包括生技股 我知道很多分析師 之前在低檔沒有買到 他們現在認為高檔 所以會叫各位你們去放空 但是以短期來講 漲多回跌 我想他們會對啦 短期他們會對 但是以中長期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不一定會對 而且喔 你空錯股票 那這個風險是相當大的 為什麼 因為你空到趨勢股 因為你空到呢 強勢股 所以這個都市人有脈絡可遜 那電子股呢 在這個位置點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不能做 像VR概念我們跟各位講的 5269的翔碩一樣啊 我們從低檔這一路操作上來 各位也驗證到現在嘛 但是現在這條季線還在往上揚耶 所以這個趨勢它沒有改變喔 趨勢沒有改變 上升趨勢都還沒有改變 所以投資朋友 我不知道說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但是我們就我是照著 這個趨勢走 但是我也捨得賣股票嘛 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該測 那我也帶你測 但是這一種趨勢還在往上的股票 你不是要利用每一次壓回的時機點 你要做好準備嗎 難道你又要等到說真的要拉過去了 你再來追嗎 當時我在180的時候 那我強力的推薦給各位 但是 我知道大盤在跌勢中裡面 不會相信 那這種股票會漲 你不會相信這種股票會漲 但是各位這一路呢 你看到 它趨勢沒有改變 一路大漲 一路大漲 所以你看到這裡景線的位置點 它回來再測 這個 這個都是一個什麼 區間的一個震盪的一個整理 所以 區間震盪整理 你來回 持續操作嘛 那858086 紅捷科也是一樣 那這個是在底部的位置 突破之後壓回季線 各位 那慢慢的季線喔 開始會翻養 慢慢的季線翻養 那你要怎麼做 不是說 股票永遠都是講 事後論 股價大漲了 然後跟各位講說 我的股票大漲 我認為這沒有什麼意義啦 我知道 最近量收 甚至呢 還收到呢 500億以下 那就是這種行情 能夠撐住的這種股票 那算不算強勢 能夠比大盤強的 那算不算強勢 所以 在這裡 紅捷我是事先 我是領先 市場 跟各位來講這些 在今年有機會 讓各位再看到 它有表現的這些股票 那如果有的操作呢 我也希望呢 你一定要跟緊我們的腳步 在最近到 總統選舉之前 不是沒有行情 就是看你要怎麼做 紅捷講過 我短波先帶你做 你也看到齊王後的 齊立心是怎麼長的 它是怎麼長的 我也要講是在哪 沒有火謊的研究報告 那這檔齊立心 你能不能夠在低點就掌握到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呢 你想 在最短的時間 來獲取最大的理論 你想要先賺先贏 那這一份呢 那這一份呢 美猴網 我希望今天呢 我們還是開放 一天讓各位來收取 那我也要跟各位講清楚說 那這些股票 局限在短波操作 如果說你不想把你的資金套在股市裡面 你想要在農曆年前呢 你想先賺先贏的 那這一份研究報告 紅巨呢 我今天呢 免費的再把它呢 送給各位 那我也希望呢 在這裡 你不要錯過 這些呢 好的一個機會點 好 那行情呢 在這個地方已經開始止跌了 那美國的芝加哥的一個 整個呢 整個呢 整個生產的一個指數呢 經理人生產的一個指數呢 現在是在創高 所以應該在晚上的一個美股 它能夠做一個直穩的一個動作 那配合說在今天呢 這一份呢 研究報告 好 讓各位能夠呢 操作到農曆年前 好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